今天牛排是肉眼部位的 燒烤手優雅端肉上桌 親身又詳盡的介紹 桌邊服務幫客人燒烤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為什麼要壓那麼多 因為的話我們是利用 我們的觸壓的感覺 去感受到裡面肉的熟度 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看的是肉品色的變化 聽的是客人需求 上戰場前師傅領進門 得經過二到三個月教育訓練 才能獨當一面 服務人員的話 基本上會服務師到五座 資深人員自己心裡 我們都會有一個小開玩笑 就是有好幾個計時器 那因為就是大概知道 什麼時候要翻面的 工作內容不只端盤子那麼簡單 內衛廠正職員工可零經驗 開始學 福利包含 疫情解禁後國外員工旅遊 新人起薪含金貼四十一K 員工調薪從原先三十五K 增加到四十一K 調服十二Percent到十七Percent 滿畢業的時候 可以就可以進來工作 所以門檻比較低 然後薪水比較高 以台中目前幾個競爭激烈的燒肉品牌 燒肉封肩餐飲集團 開出四十一K誘人薪水 茶六燒肉則有四十二K 三生燒肉早班正值最低三十八K 晚班正值四十七K起跳 希望在比較短的時間 吸引到更多 不只是對餐飲有興趣 更希望吸引到一些有熱誠的夥伴 來加入我們跟我們一起努力 台中燒肉市場競爭激烈 缺工加上部分店家展店需求 餐飲業摩拳擦掌搶人作戰 也讓新人起薪不再只有二十六K 三天就王子瑜 台中報導 燕菲力牛排 炙烤牛排一端上桌 大火燒出迷迭香的香氣 另外魚子醬煙燻 牡蠣醬燒牛肉吐司 彷彿置身餐酒管 但事實上這裡是 後切牛舌滋滋作響 除了香噴噴的烤肉 一樓還設置透明廚房 從切肉到備餐像表演一樣呈現 有別於一般的燒肉店 為了從台中公立路燒肉的一級戰區 脫穎而出 從這一間店走出來過馬路 一分鐘的距離 就來到另外一間燒肉店 店家還設置霸台 獨立烤爐 讓單身貴族也能享用一人燒肉 百家真名的台中燒肉市場 五期工藝路放射狀出去 密度超過二十間 燒肉品牌基站想要生存下來 必須特別不一樣 比較多的燒肉店是以套餐為主 套餐裡面不一定是 他們想要吃的餐點 有蠻多特色的餐點 是用單點的方式 燒肉只能烤肉嗎 隱藏在巷內老宅的燒肉店 帶你吃烤海鮮饗宴 掌心大的干貝 牡蠣螃蟹粥 還有日式料理 甜蝦筋薄壽司 海膽鮭魚卵最終 並烤和牛變成配菜 台中其實算是一個燒肉 非常競爭的一個區域 我們想做一個區域 想做以活體海鮮 然後為主 跟燒肉做搭配 在於海打 在於壽司 在於生食上 其實我們也做 我們的專業度的進貨 想要在燒肉一級戰區 闖出名堂 得比店內裝潢服務 餐點澎湃程度 抓住顧客的心才能扎根 在於新聞 吳東澤 謝雲珍 台中採訪不到 好 好 好 謝謝